在暑假有许多的大学还有高中生 他们选择实习来充实自己的假期 纽约中华总商会跟亚太一公共事务联盟 纽约分会就共同举办了 暑期实习生结业颁奖典礼 现场的联邦还有地方的明代 以及贵宾都来道贺给他们最大的鼓励 而所有学生们也都认为 这实习的成果非常丰硕 我们这整个暑假呢 我们那个亚太联盟呢 有七位大学生 分别在国会议员 周参议员 市议员的办公室的服务 那么成绩都非常优秀 也得到这些我们民选官员的赞扬 那么我们的高中生呢 一共有十多位高中生呢 在中华总商会呢 协助中华总商会 从事我们的服务工作 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这次暑假的培训工作呢 达到了满意的结果 我们每一个华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就是希望我们华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 能够不断地提高 不断地受到尊重 那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教育我们的年轻人 培养我们的年轻人 培养他们从事那个Public Service的意识 再次我呼吁纽约所有的桥社 所有的朋友们支持我们亚太一 亚太联盟支持我们这个社团 支持我们的宗旨 我们的宗旨就是培养亚太青年领袖 希望他们成为美国未来的领袖 希望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们的社团里面有更多的孟昭文 有更多的顾亚民 有更多的陈鲜文 为美国社会出力 我们的年轻下一代 能够来参加我们的主流的社会的活动 为我们的亚裔的青年 培养未来的领袖人才 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们也希望能够这样的一个活力 不断地在法拉圣地区 甚至在纽约地区 都能够把我们优秀的年轻的 这个亚洲的青年 包括我们台湾还有我们邻近国家的 这个青年的一个实力 对美国公共政策的一个贡献 都能够借由这个组织 能够来发挥出来 而这些实习师学生 他们也表示说这实习工作 让他们参与到了公共事务 学习到了美国法政体系 也锻炼了领导能力 培养社区服务的精神 更得到了更多宝贵的经验 联邦还有地方的各级名代 都是踊跃出席颁奖典礼 对实习生的表现给了最大的肯定 而且也支持暑期实习生计划 希望未来可以吸引更多的 华语学生来加入